我这车是110升的油箱 现在加一箱得800多 原来一箱油500块钱就够了 现在咱们成本涨了10% 基本上每一利润量 现在市场都这个价 咱们里是维持着老壳货 保持老壳货这货能走 吃能正常运转 去年下半年以来 油价上涨影响物流的成本 大约在8% 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去 跟加油站进行合作 然后争取要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折扣 今年我们会提供性价比更高 更有优势的一些 换电模式的一些新能源车 讲低购置使用的一个成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